Yo guys! Welcome to channel! 今天是貓咪大戰爭時間 喵喵喵喵喵 好啦 那麼今天呢 我們要來挑戰的是 晉級的天漩渦困難 那其實這一個系列呢 我是最近才開始接觸的 那接下來只要有這系列的關卡 我都會拍影片 然後來挑戰看看 那我們今天要來打的這個漩渦呢 他是天使系的敵人 那一開始我們當然就要先來編程隊伍 那我覺得其實最近啊 改版之後 他有一個貓咪大戰爭的 貓咪有一個篩選的功能 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那我現在目前畫面上看到的這個隊伍 就是我剛剛透過這個篩選 然後這邊點擊篩選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你要篩選出哪些貓咪 然後像我們要對的是天使敵人 那我們當然就選那個天使 那他下面還有其實很多很多功能可以選擇 對 我覺得變得蠻方便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到底有哪一些 對天使敵人的這個貓咪 好 首先呢 如果是這個圖倫柱貓打飛的話 我相信一定是必要的 所以我就帶了 然後再來是 這一隻如果有的話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帶 因為這一個 很 我覺得很強 他攻擊速度超級快 他是這樣 他是Rock的攻擊方式 然後 重點是他真的是超級耐打 而且他很便宜 他才300多塊而已 他很便宜 然後 天使敵人打他 打很久才打得死 然後這隻真的 打天使的關卡 我都一定會帶 我覺得這隻非常的好用 他的前身是 搖滾貓 對 搖滾貓的進化 好 然後再來呢 我還有帶這個 窗篇獸女 然後 天使敵人瞬間停止動作 這個也是非常 呃 必要的 停止動作 我覺得是在 挑戰這些比較高難度的關卡的時候 必要的技能 對 那我們待會兒也會累積多一點這個 呃 瞬間提止動作的這個 窗邊少女貓 好 然後 這個面貓雞貓 因為 我的這個 擺不下了 所以我就沒有擺 好 然後再來我們帶了 三隻超級西偶 這個是 範圍攻擊 打飛 天使敵人 必死之 移動變慢 這隻超級帥 我跟你講他真的是 無敵霸氣 然後再來這個 咔嚓咔嚓三宰子 我覺得其實 他的 為什麼我沒有把他進化呢 因為他進化要消耗五千一 那但是他其實沒有進化的時候 他的走速跟攻擊速度都蠻快的 然後重點是還蠻便宜的 然後重點是他可以降攻 所以我就帶這一隻 我就沒有用進化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最近出的 咒師 對上天使敵人很耐打 那 其實基本上應該不太會打到咒師吧 然後再來就是帶上我們最愛的 我們不管打什麼關卡 我都喜歡帶那個 不明 不是不明白骨嗎 那個 手甩貓 手甩貓沒有在這上面 總之就是手甩貓 因為他的攻擊力 他可以一下打到 十幾萬 十二萬 十六萬都可以 好啦那我們就趕快進入 關卡晉級的天炫末 困難 登登登 這個系列其實我覺得 就是有 有 應對的貓咪的話會比較好打 好 那我們這邊一開始就先來把這個 窗邊貓先把它疊起來 窗邊貓多一點再說 我們先以窗邊貓為主 然後呢這個圖騰貓也要 邊叫 那這邊可以開始把我們的這個 貓金幣升上去 然後待會呢我們可以叫出 那個 我們的超級稀有 我覺得我們好像 好像 貓咪應該不會死 貓咪應該不會死 他們應該頂得住吧 好應該可以 好 反正我就先一直叫窗邊貓就對了 窗邊貓跟這個 這個叫什麼 啊圖騰貓 好玩喔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要頂不住了耶 不行啊 不要太早碰到 拜託 不可以太早碰到 完了要碰到了 完了要碰到了 不要碰到 頂住啊貓咪們 好 好 好好好 頂住頂住頂住 好 那我們再持續的叫我們的 那個窗邊貓跟我們的圖騰貓 可以叫幾個這個 欸他們已經準備要碰到了喔 來囉 王要出來囉 好 好去死 那我們這邊就要趕快把那個 叫那個三 三宰子趕快出來降他們的攻擊力 好那這邊的話 趕快在 後面一直補上我們的這個 痾 窗邊貓跟我們的圖騰貓 來做擊飛跟暈眩的動作 急飛跟那個 暫時停止動作 好 OKOKOK 後面就一直一直一直的補接上 讓那個 我們的貓咪不要停 不要有間斷 這樣就可以一直把王給做暫停的動作 好這樣子應該沒問題了 現在都 一直小怪沒被打到死 我沒辦法叫出貓咪 快 可以 要過了 各位 我們要贏了 貓咪們 加油 可以你們可以的 長手包狂輸出 快快快快快 但是我現在 他們 那個天使敵人 完全 哇 天使敵人完全被我控場控住 一直被擊飛跟這個 停止動作 然後再加上我的這個 霸王龍跟長手貓的輸出 然後就一波把他帶走 有沒有 完美 好不好 那希望 你也可以過 影片結束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在下面幫我點一個喜歡 並且在這邊 訂閱我的頻道 Rocke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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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呢 啊 啊 啊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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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